2014 Tour.Taiwan自由車環台賽 第二站來到桃園縣 200名精英選手不為低溫奮力衝刺 從桃園展演中心出發 秦京龍潭鄉等9個鄉鎮市 接著繞行海軍桃園基地6圈 在這最困難的賽段 考驗選手掌控逆風阻力 最後由法國車手Girard Benjamin 勇奪單贈冠軍 而航空城衝刺王 則是由澳洲的Sussberger Wesley獲得 這次的終點站更值得注意 全球首創機場競速賽道 賽會特別在高難度路段 設立航空城衝刺王 現場風勢大到人都快被吹倒 選手要全力衝刺 絕對是一大挑戰 對 其實選手的了解 他們最喜歡挑戰 沒有挑戰就沒什麼意思 挑戰有兩種 一個是坡度爬坡 我們今天在龍潭那邊 也是有這樣子很顯的爬坡 那風速的話 在這邊因為非常空曠 所以這個風速很快 順風的時候 可以把你吹到 時速七十公里 插播報告本土選手賽曠 9號拿下臺北站 亞洲冠軍的車手 烏柏宏 這次在爬坡路段摔車受傷 但他仍咬牙騎完全程 奮戰精神令人佩服 而桃園站賽事結束 環臺賽下一站 將在彰化線登場 未來體育新聞 蕭新昌 許新元 桃園採訪報導 下集團 下集團 下集團